聰明的鼠鹿 聰明的鼠鹿 第一幕地點 河邊角色 鼠鹿老虎 有一天在森林中 有一隻老虎 這隻老虎有氣無力的走到了河邊 因為他幾乎 三天沒吃東西 他走到河邊 就看到正在喝水的鼠鹿 老虎說 我好餓 我要吃了你 鼠鹿說 我的身體太小了 根本不夠您吃 老虎說 別想跑 看你要自己跳進我嘴巴裡 還是我要去抓你 鼠鹿吸一口氣 說 老虎大王 我這麼小 是我有孫 您的威風啊 老虎說 眼前只有你 我不吃你 吃誰啊 鼠鹿害怕的說 您這麼強大 只有世界上最強壯的動物 才可以當成為您的晚餐 老虎說 我不管 我得馬上填飽肚子 鼠鹿說 您是大王 吃東西不能隨便 要不然他就多難聽 這時老虎被說服說 聽起來有道理 你快說 我該吃什麼 才和我的身份 鼠鹿點頭的說 您應該吃的是人 他們是世界上最強的動物 老虎說 人 整個什麼樣子 我沒見過 鼠鹿說 人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用兩條腿走路 老虎說 兩條腿走路 我當然要看看 老虎被鼠鹿說服 決定跟著鼠鹿去找人 當晚餐 聰明的鼠鹿 第二幕 地點 通往森林的小路 角色 鼠鹿 老虎 小孩 獵人 布幕升起時 老虎和鼠鹿躲在一步小路旁 等著人的經過 這時有個小小孩 開開心的走來 今天天真好 今天 真 好 希望今天有很好的事情發生 數了 老虎說 老虎眼睛一亮 哎呀 老虎眼睛一亮 那個 又穿又跳 是人吧 我去刺殺 而且還跌倒 比較好捕捉 鼠鹿 看著小孩 那個 還沒張好 吃起來沒有味道 這時 小孩離開了 一個人 沉重地走了 沉重地走 慢慢地走過來 看起來好像很著急 老人 老人說 怎麼還沒走到 我都快趕不及了 這時 老人 老虎說 前面那個走路慢吞吞的 看起來體型大很多 應該可以吃吧 不不不 他一定不合您的胃口 這時 老虎很相當生氣地說 為什麼 我現在就把他串下去 不然 我就要拿去先開胃 鼠鹿 鼠鹿說 你再等一等 一次人 二人 一定要吃最強壯 這個人 太老了 不好吃 就當老虎打算鋪向鼠鹿時 一個獵人正好經過 您的 鼠鹿說 您的 您的食物上門了 您看他多強壯 一定非常美味可口 好 接下來就看我的 指劍碰的一聲 老虎被槍身下的慌忙鼠鹿 老虎說 哇 鼠鹿 哇 快跑快跑快跑 這時的獵人說 What 嗯 我是不是開槍 哇 那一題 後來 後來鼠鹿在森林中 遇到那個老人 原來老人是躲過獵人 因為他看起來太可怕了